Hello大家好,我是小鑫 高比了2023 新的一年最大的期待之一 自然实习游戏了 以往我每年都会盘点一期 十大开放时期游戏 基本是主机游戏 但现今的手游画质是越来越好了 市场也越来越大 米哈游光凭两三块IP 利润直追老任 许多大厂也放下身段 纷纷下场制作手游 比如玉璧的刺客系列 这一期给大家盘点的是 我精选的2024年 十款最值得期待的开放时期手游 这里还是要提一下 我会把手游的开放时期定义 定得稍微宽容一些 比如像MMO游戏都被归入此类 提起育弊的全境封锁系列 大家应该对前流感这个桥段深有印象 负载美元上的病毒 随着黑五巨量的货币交易而迅速扩散 都市恐慌爆发 纽约瞬间陨落 同时一些暴徒在与联合作战部队对抗时 产生了严重的动乱 因此美国政府执行了著名的51号政令 实施全境封锁 这段剧情还是很有创意的 当年这个IP融合了末日背景 达宝机制和TPS玩法 创造了不小的热度 手游的故事剧情和本传类似 时间点大概是在一代与二代之间 玩家扮演的是国土战略局的探员 协助全境封锁计划 与曼哈顿中的各方势力周旋 击败作战的暴徒证据纽约 除了自定义列列 玩家也可自定义职业 全向有薄婆专家 堡垒 先锋 野战一身等 战斗系统继承了全境封锁的经典玩法 以掩体射击为主 手游版推出了辅助瞄准的功能 对新手和友好 除了体验核心剧情 玩家能在开放的世界中自由活动 官方承诺 每个月都推出特定活动 以及暗区 突击战模式等特定PVP玩法 让玩家持续享受全境封锁的战火 纽约永远陷落 《死亡搁浅》是小岛秀夫单飞后的第一款作品 非常有跌幅性 毕竟是史上第一款以快递员为主题的开放世界游戏 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 游戏讲述拥有特殊体制 骑着小电驴的传说级快递员山姆大叔 在一个被死亡搁浅影响而撕裂的世界 比一极致力运送物资给各个据点 同时搭载BT 将网络连接整个美国国土以拯救人类 小岛秀夫的脑洞很大 比如时间雨以及只有在架下时间雨时 才会出现的神秘哥前提BT的设定 剧情非常纠结 可能创作之初就没打算让玩家玩懂 在图完后能理解大部分的设定和隐喻 导演剪辑版提升了画质和动作表现 并加入了一些新的剧情和任务 收获了很不错的评价 我觉得小岛秀夫这次收敛了很多 停留在了鹿鹿腿泡泡的阶段 比起当年的荆棘收敛了不少 说起来还有一点小失望呢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款佳作 游戏概念大约游戏机制 如果你的电波和它对上了 和它对于你 就变成了一款神作 苹果这几年一直在布局主机游戏的植入 这款导演剪辑版会发售在苹果的一顿段 如果你喜欢武侠风的MMO开放世界游戏 那么溺水寒为之当下最火的炸子机 玩家评价很逆天 销料也逆天 上线初期就霸宝了iOS安卓平台免费宝Top3 新联系消息是伺服器玩家破译 如果你待在差评检房里 大部分时候你看到的评价估计是 空有一副好评囊 事实上好评一点不少 沉默的用户更多 溺水寒畅销的原因 我觉得是迎合了玩家找乐子的心态 玩家们疯狂玩梗 在游戏里各种不务正业 比如化身曹丞相和NPC妹子AI聊天 最神奇的居然是高雅内活了起来 像是问高雅内玩不玩原神 向高雅内提亲被拒绝 邀请高雅内一起去毛测等 玩家们在创意装扮的路上越走越远 硬生生把它完成了美少女时尚造梦 除了玩家找乐子 官方也不断整活 舒适式创向奔赴 游戏背景设计在宋朝 以文瑞安三大系列小说为背景 靠近宋朝边境的圣家庄残造图村 两个婴儿被诸葛镇我所救 一个双腿残废 只能轮椅代步 日后成为了斯大名不知首的圣牙鱼 一个中毒需靠人用内力压制 也就是玩家扮演的角色 为了调查图存一案真相 寻求解读方法在江湖里冒险 在RPG要素和战斗系统上 网易基本是把能家的元素都加进去了 超级风和两大广宝 比如逐鹿仙远融合了吃鸡玩法 袁蒙乐向前冲融入了弹仔派对的休闲玩法 还有像是吃男人就下一百层 推箱子 坦克大战等中东玩法 2024年会有包括S2赛季 时装活动等更多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武侠风 可以试一下这款 刺客系列第一款手游 戴号玉 由玉璧与腾讯合作开发 讲述了公元前三世纪 发生在中国秦朝的故事 这一次的历史广告模拟器 选择了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即使是在手机上 地图依然做得非常漂亮 壮丽的城楼 绵延的长城 还有水墨元素观感很好 玩家扮演一位活跃在边疆地带 立志保护人民的游侠 其正式身份 正是大名鼎鼎的长枪大师 于伟的门徒 游戏一开始就能以好身手 劫富济品 成恶兰 潜行暗杀的玩法依然有 但是本作的特色为中国风强烈的武器 如长枪 双剑 巨斧 和弓箭等 每种武器都有独特的技能和必杀技 所以战斗上偏狂战士一点 玩家可以同时装备多把武器随时切换 敌方攻击分为白光 可格挡和红光只能躲避两种 可格挡的攻击 在完美时机格挡能反击 必有机会触发处决 被简化后的跑酷系统更适合手游操作 地图上有许多机关可供使用 装备部分则向刷宝游戏靠楼 装备分等级 属性和次坠 游戏支持最多四人连线一起刷副本 《明日方舟》周末地 是由阴角网络开发的3D即时策略RPG 为《明日方舟》同系列作品 开发者在共享的世界观基础上 创作了面积超大的废土峰开放世界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塔威尔的星球》上 玩家作为周末地工业的协议回收部门管理员 根据指引太索旧时代的废墟和遗址 并回收再利用这些过去的技术 《塔威尔》是一个天灾横行危机遍地的世界 例如有着名为侵蚀的超自然灾害 无尽的荒野无人区 以及天使、列地者等诸多可怕势力 游戏画面十分精美 BOSS的设计也极富想象力 能看出印角网络过去多年在游戏技术上的积累 基地建造是游戏的特色玩法之一 玩家根据不同的战斗资源 建立属于自己的工厂 生产装配形成资源的自动流转 同时改变游戏内的生态环境 因为每个玩家的喜好 与玩决策都不可控 大大增加了星球的策略性和不确定性 《明朝》是一款末日题材的ARPG 游戏场景风格配向老电影 没有太过饱和的颜色 角色也采用了暗色系二次元画风 玩家扮演十一的漂泊者 身处后废土时代 一个旧文明消亡 新文明复苏的交汇时期 差异化对于二次元画风游戏来说 一直是一个挑战 《明朝》的科技感更强烈 没有传统二次元 塞洛洛一样的色调 跳跃加冲刺加勾索加滑翔 飞行时可使用的花样更多 战斗手感一直是骷髅游戏的抢项 游戏额外设置了一个 名为协奏值的数值 当玩家在级连版协奏值的情况下换人 就能够在组合连招中 附加一个额外的招式伤害 深海和主福音 成另一个有趣的系统 一个角色可以装备一个主因和多个福音 你可以理解为不同的buff 深海有提升续航能力的 也有输出深海 与自由技能形成连段套路 因此战斗部分活跃打又快 《七大罪》《起源》 是由知名日满IP《七大罪》 改变而来的开放世界收集类RPG 《许幻5》开发 同手游《七大罪》 光与暗制交战的续作 一概前作的合格制玩法 转变成开放世界故事 剧情是基于原漫画和衍生作品的原创故事 以《七大罪》主角梅里·奥达斯 和伊丽莎白的儿子崔斯坦为男主展开 接力新的骑士团 探索大陆并收集信息碎片 游戏中许多角色 美术设计都一人耳目一新 像是玩家可以骑乘如红笋这样的交通工具 在广阔的地图上飞行 召唤生物穿越地形 与前作相比 《七大罪》起源的策略性更强 玩家可以组成4名不同英雄的骑士团 随时更换角色和装备 武器的不同会影响单个角色的技能 例如崔斯坦装配大剑 玩家可以发动更强 但速度较慢的攻击 如果崔斯坦装配双剑 可发动从天空落下流星的必杀招式 结合不同英雄的组合攻击 也是战斗玩法之一 并受到英雄阵型的影响 产生不同的元素组合 采集和探索方面 每个地区都有被添加特定的故事 怪物和花招 玩家可以自由探索天空 水下地层多个地点 享受狩猎 采集 烹饪 网易开发的代号无限大 是一款都市题材的 罗力机甲风开放世界游戏 手游开放世界 现在大部分都是二次元 大家能看到很多原野风的 我觉得需要多一些现代都市风 玩家化身调查员 探索和调查各种一文事件 游戏的一单玩法 是在都市间高向的跑酷 摆档 飞锁 游泳 驾驶机车 开发团队为此设计了 许多高机动性的3C系统 并利用AI算法 开发城市生态 模拟和借鉴了许多现实中的大都市 不光是打地图 世界场景也被无缝接入 玩家在闲逛时 随时进入感兴趣的店铺 一台究竟 像是抓娃娃 打电动 逗小猫 此外 玩家机会能和地图内的所有物件 进行互动 大搞破坏 或是有效利用 将无限衣橱变成可能 作为暖暖系列第五代作品 无限暖暖 一直不忘初心 核心元素只有两个 女性像换装 这一代延续了核心 换装玩法的同时 将其与开放世界探索结合 冒险 闯关 钓鱼 捕虫 甚至是打关的时候 也可以随时随地 远能机威力变身 即使是做同一件事 穿上不同的衣服 都会变得看起来不一样 等于创造了无限可能 不同的服装 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 在战斗 移动 飞翔的时候 效果也不同 服装的力量 可以帮助暖暖和大喵 开拓出前进的道路 同样的地方 穿上不同服装 可以获得 截然不同的玩法体验 以王者荣耀世界观为基础 腾讯开发王者荣耀 世界这款游戏的初衷 就是打造像原神一样的爆款 因为王者荣耀的玩家 技术很大 自带流量 当然最重要的 作为客金三天王中的老大 腾讯不可能不下场 开发王者荣耀的衍生作品 是很好的选择 腾讯邀请了科幻作家 刘思青合作 没办法给他太多了 将小说诗云的灵感 入入到游戏里 又照人站在他的嫌疑 原小说讲的是 掌握强大技术的外星文明 拥有能力回面恒星 却发现落后的人类 所拥有的诗意 远在技术的控制范围之外 便以穷取法的方式 演算出所有文字的可能 耗尽了太阳性能量 试图写出超越李白的诗句 回到游戏 机下学院 坐落在奇幻的《王者大陆》上 主角透过试炼 成为机下学院的一员 以自己的视角 探索并改变世界 玩家将会揭示 一系列熟悉的王者英雄 像多方药、西施等 前每一位英雄都高度还原了 原角色的设定和技能 并在其基础上阿斯创作 好了 这里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的话 或者想要追踪 更多有趣的游戏榜单 不妨留下你的赞和订阅 多谢支持 我是海浪的小鑫 白了个白